偶然发现老公的秘密,我假装浑然不知,决定悄悄转移财产。 我叫小丽,今年35岁,是一个全职妈妈。 我和老公结婚七年,在他最难的时候陪他吃苦,当他事业小有进步的时候,我们有了我们的第一个宝宝。 但是,随着老公事业越来越好,他陪我和宝宝的时间也越来越少。 我不是一个贪心的女人,我知道要想老公赚钱多,就不能奢求他一直陪在我身边。 我理解他的苦。我以为我理解他的苦,他也能看到我的苦。 孩子小时候,经常生病,他不在家,只能我自己带着孩子去医院,就算深更半夜,也要立马起床带孩子去医院。 虽然苦,但是,一想到老公还爱着我们,老公在外面为了能给我和孩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而打拼,我就不再有怨言。 七年了,我和老公不再有当初的激情,生活已经回归平淡。 老公也长年的不回家,打电话的话题也是围着孩子转。 我以为所有的老夫老妻大概都是这样的状态吧。 这周,老公刚回来,吃完饭就说要去出差。 而我毫无察觉其中的一场,照常去幼儿园接女儿放学,就在接女儿的路上,无意见瞥见一个咖啡馆里坐着一个长发的女孩,对面那个男人长得和我老公出奇的相似。 第一眼我还没确认是不是她的时候,我就一下子蒙了,我不知道该怎么办,我不敢确认那个抓着别的女孩手的男人是不是我老公,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。 但是,我还是忍不住多看了几眼,没错,那个人就是口口声声去出差的老公。 我突然明白了些什么。老公终日不在家,加班忙,出差忙,甚至打电话给她,都来不及接。 这一幕,让我心如刀割。我想立马冲过去拆穿她的虚假面目。我想离婚,我要离婚。 可是转头一想,我离婚对女儿的影响最大,女儿肯定一辈子有阴影。 思索好久,我决定不动声色,假装不知道这件事,请人收集老公出轨的证据,悄悄地转移了家中的财产。 不是我做得很,只怪她太绝情。我也是为了女儿能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。 如果这些东西我不争,也会被别的女人抢走,这些都是我陪她吃苦受罪才挣来的。 离婚那天,她净身出户,她跪下来求我,说她知道自己错了。我理都没理,静止离开了。 要怪梅就怪她对婚姻不忠吧,她自己做得孽,自己害怕。你们说是不是。